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帮我看图腾 我的业障我自己背 不用师父背 我1967年俗养的 看身体健康 你的妇科出毛病了 对 我告诉你 不好意思啊 好 没问题 调过孩子 好 要多少小房子 你而且不止一个 你现在身上我看见有两个 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念经啊 好 你不念经啊 我告诉你的命很苦啊 你的感情运有两次婚姻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记住 首先要吃全素 吃了没有啊 吃了 吃多少时间了 14年拜师 13年拜师以后 14年吃素 你现在的腰很不好 对 腰经常痛 而且你的妇科 明白了吗 对 我已经是动过手术了 非常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 又有小的子宫肌瘤出来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 已经开掉 我看你下面好像连 好像子宫都拿掉了 对 你们欢迎不欢迎卢台长来了 我跟你们讲了 如果医生说看不好你们的病的时候 说你们回家等着吧 这个时候 你们找找我 我说不定能帮你们看 有身体不好先看病 灵性问题我来帮你们看 明白了吗 还有我的胸口 什么 我的胸口 等等啊 几几年属什么呢 六七年属羊 哎呦 哎呦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啊 哎呀 你的幼乳房啊 有很大的块啊 对 你可能又要动手术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呢 这样好吧 你许大愿呀 关心不炸 你保佑啊 你现在就是有点痛啊 听得懂吗 对 那左边呢 左边是靠胳膊这里 左边我刚刚动了手续 嗯 我看到了 伤口是在靠胳膊这个地方 对 这里还有点伤口 这两天 两天啊 对 右边就还要动手续 对不对 先不要动吧 好 右边现在是有黑块 黑点 你赶快要 你过去 你每天要念往生咒啊 你往生咒念了太少了 两三 往生咒功课里头 四十九遍 太少了 你至少要念七十九遍 一天 好 明白吗 你过去吃的活的东西太多了 你这个人啊 活的海鲜过去吃的太多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哦 你的左边动手术也割掉了 对 你记住啊 你自己好好忏悔 每天念五遍礼佛 有 我告诉你 你现在的报应 是你过去的 好 你年轻的时候 这个我知道 好好忏悔了 我知错了 以为桃花盛开的地方呢 明白不明白啊 明白 一定要好好地改毛病了 年轻的时候不能太 太太太 太太太 明白了吗 对不起 你的晚年现在还会好 你别看你左搁右搁的 你的瘦还是挺长的 你家里家族里边 有一个人活得很长的 对 我奶奶都九十多了 九十多了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身体你自己不好好当心 你就会 没有 人也要这样 做人要当心 身体也要当心 你一不当心 可能你就出事了 所以要学会 怎么样当心 保护好自己 对自己身体的爱护 就是对父母亲的孝顺 听得懂吗 父亲母血 爸爸给你的骨头 妈妈给你的肉 你今天伤筋动骨 爸爸妈妈都会很难过 这就叫伤在儿生 痛在儿生 伤在娘心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能自己老动手术啊 所以自己要珍惜自己的身体 明白了吗 明白 不要贪玩 我知错了 我现在改掉了 现在要念礼佛 好不好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还有就是说 现在我要放上多少鱼 还有多少小房子 你还要两千三百条鱼 好 慢慢放 可以 你人很好 我告诉你 我刚刚给你看了 你的婚姻 跟你过去谈恋爱的问题 实际上 很大的部分 都是你上辈子欠人家来还的 你都是属于 现在讲起来叫受害者 都是人家跟你一段时间 人家不要你了 听得懂吗 对 对 还完了吗 人家当然不要你了 所以啊 一定要懂道理 明白 他说过他回来 我不要他了 他回来你还要他 我不要他了 不要他吗 不要他了 我现在一个人可好了 一个人 我告诉你 有好的就要 没好的就一个人 什么时候有好的 什么时候要 再没有好的 也不要乱找 好 我改过 师父 很多人来不及的 哎呦我要这么大了 我赶紧要嫁出去了 你嫁出去 最后嫁得打得了 稀里哗啦 拖个孩子回来 爸爸妈妈妈更难过 对不对啊 要么就找到缘分 所以找不到 婚姻问题的人 就要念 准提神咒 一求就灵的 还要念 大吉祥天女神咒 一念 人家就找到了 心灵法门多少人呢 一念 大吉祥天女神咒 很短的 过两天 人家给他介绍一个 结婚了 你实在要找吗 以后我们 学佛的男孩子 也有的呀 不找了 不找算了 我多管闲事 好吗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多少小房子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你先这样 你小房子不多 你一共念84张 可以 好吧 好 你放心好了 你学佛之后 我可以告诉你 菩萨已经在保佑你了 你身上有 有沙和尚菩萨在保佑你 感恩菩萨 感恩菩萨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看西游记 是不是特别喜欢沙和尚 对 你跟他有点缘分 明白吗 好好努力了 不要傻了 做人要学会 有时候真的不懂 我们不懂才出事 懂了怎么会出事呢 明白了吗 明白 我现在改 你好好的 没什么大问题 好 寿命很长的 活得很长的 死不了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好了 还有一个 我想问一个王人 就是我过去的妈妈 她叫郭玉金 郭玉是什么玉啊 玉翠那个玉 王子一个点 对 金呢 金子的金 郭玉金 什么时候死的 大概是七十七五年的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你妈妈是瓜子脸 对 比你漂亮 你像你爸 不像你妈 你妈妈鼻子也蛮挺的 眼睛蛮大的 对 眉毛细细的 头发往后面梳的 对 头发往后面梳 我知道 以前我太小了 不紧 个子不是太高 对 她现在在哪里 欲界天 哎呀感恩菩萨 你帮她念了很多小房子 念了吗 有念过 我们姐妹都有帮我妈妈念过 蛮好的 你妈妈在天上挺好的现在 好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好那好 你妈妈过世的时候有点冤枉的 不应该数得这么早的 对 她跟我说过来了 原本是我爸爸可以把她送到医院里头去 但是我妈妈 爸爸没有做到 然后呢 她就有股怨气 就很 走掉了 对 是这样子走掉的 对 看台上讲的对不对啊 对 是好小事情而找掉的 对对对 波罗就过了 你爸爸还活着不了 活着 嗯 我也不给她看 我告诉你根据这种情况 你妈妈如果还好到欲界天 她不一定把你爸爸拉走 如果你妈妈在下面的话 她会把你爸爸拉走的 听得懂吗 对 我妈妈已经说过要把我爸爸拉走 我说 看见吗 不要 我说不要放下爸爸吧 放下他 你是谁啊 你讲话他就听了 因为你把他超度到欲界天了 他才心胸大 他就不计较人间的事情了 听得懂吗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农村的恩恩怨怨 当你到了一个大城市来了 哎呀天天很开心了 你还会再去 讲那些恩恩怨怨 再去报复不了 你现在已经在城市里很好了 他在天上很好了 他就不报复你妈了 我爸 你爸了 他要纠正我 脑子已经搞不清楚了 好吗 好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那么大 好了 而且台长教你一个方法 以后念经 你可以念出点声音出来 声音不要老颤抖 一个人的声音代表一个人的命运 如果这个人的声音 正是哭哭啼啼的 这个人运程不会好的 听得懂吗 哪一个有命运 有运程好的人一讲话 你好啊 我真的很好 你看你讲话都发抖的 你听听我的声音 好我要学习 师父 对了 好 感恩师父 好 好